肯定会直接上去宣誓主权 我是他女朋友 撒娇女人最好命 就是女孩撒娇男孩 就会愿意想保护你 想去心疼你吗 聚会不无聊 开心大冒泡 优酷 酷的聚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林鹏 也是薛可欣 你会用哪些词形容自己呢 可甜可闲 然后敢爱敢恨 然后不差钱 白富美的烦恼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白富美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标签 然后有很多人会对这个标签 有一种误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白富美的 一直甩不掉的一个烦恼的地方 你喜欢年少男还是年下男 在薛可欣眼里 其实年龄对于她来说 根本不是任何的问题 所以在她看来 好像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 能够爱情的这个火花能够擦出来 事业与陈同刚如何二选一 两者兼得 事业跟男人她都会要 如果你看到陈同刚 带其他女会员锻炼 你会如何做 肯定会直接上去宣誓主权 我是她女朋友 薛可欣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她的勇敢和自信 其实她可以为了她爱的男人付出一切 可以牺牲一切 她身上也有你的影子吗 我觉得有 其实我自己也是开心不开心 她都写在脸上 那其实我有的时候私底下也是这样的 比较直接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蛮欣赏薛可欣 就是她的勇敢和她的敢做敢当的那一面 你们的不同之处呢 不同点其实 比如说她的任性 比如说她跟她父亲的这一段 就是不是那么和谐的妇女关系 还有就是她跟陈同刚的一些处事的一些方式吧 但我私底下可能就不会这样 就顺其自然比较好一些 薛可欣跟陈同刚他们俩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然后接吻的一个场景 不知道导演会怎么拍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浪漫的一段桥段吧 拍戏体验了姐弟恋感受如何 我觉得还是挺过瘾的吧 因为其实不光是姐弟恋 我们这里边 就是把我觉得女人这一生当中 应该要经历的重要的事件 全部经历了一个遍 就是很冲动的恋爱 还有就是包括结婚 包括怀孕 包括离婚 包括又复婚 就是整个人生 我觉得每一个重要时刻 可能都经历了一遍 对 拍戏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可甜的那一块可能要做一些功夫 因为我本身的性格 就是打打烈烈的那样的 然后可能就是对小女生的那一面 自己还是有一点不够自信的 然后有一场戏 我就是我要去打陈同刚 陈同刚说 哇塞可惜你不会撒娇呀 我真的不太会撒娇 就觉得就是这样去打那个男生 好像就觉得 自己都会起鸡皮疙瘩的那样的 撒娇女人最好命 现在体会到撒娇的好处了吗 就是女孩撒娇 男孩就会愿意想保护你 想去心疼你吗 现在你对婚姻如何理解呢 这个东西还是得顺其自然 我觉得 缘分到了还是 就没有必要去去 刻意去给她框死一个什么东西 不要去给这个婚姻或者给这一段恋情 去做一个条条框框 有一个什么限制 我觉得自由自然的状态 就是是最好的 就是我不会受这个年龄的这个 去束缚自己 我觉得女人就是遇到对的人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人不管是年纪大或者小 其实最重要的是她对 她最合适你 你们俩是最匹配的 这个是更重要的 因为这个婚姻 这个是要走很长时间的 就是两个人是彼此包容 彼此信任 然后彼此能够了解对方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这边的最重要是看好 去接种类ca 有一个人的事 能够到最后 这个人可以 对方说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